欢迎来到本期全球私人岛屿系列 如果你对百万美金左右的私人岛屿感兴趣 那么本期分享的这两座加拿大私人岛屿不容错过 Spatacle Island和Cameron Island Spatacle Island坐落于加拿大新斯科社省的马虹湾 仅需数分钟的船程即可抵达附近海岸 该地区以其东海岸最佳的帆船体验而著称 拥有全方位服务的码头、咖啡馆、商店以及海滨高尔夫球场 从斯坦菲尔德国际机场出发 仅需一小时车程即可轻松抵达该地区 这座城狭长型的岛屿占地超过9英亩 两端长椭圆形的岛屿地块分别是一片森林和一块平地 由中间狭窄地段相连 岛上建筑采用传统渔电风格 分布在一个巨大的高价木制平台上 木屋内设有客厅、厨房、餐厅和卧室 均享有四面八方的海景 此外,岛上还设有一个多功能舱 可用作储藏室或其他用途 这座岛被精心设计为情侣和小团体的私人避暑圣地 Spatacle Island拥有永久产权 目前售价为129万5千加币 Cameron Island坐落于加拿大新斯科社省布雷顿角岛大理石山附近的西湾 只需短暂地传承即可抵达大陆 这座岛屿拥有超过80英亩的原始荒野、参天大树、崎岖的悬崖和长达三英里的冰水区 岛上栖息着丰富的野生动植物 包括秃鹰、鹿、狐狸和各类海洋生物 岛上建有一座面积为1405平方英尺的小屋 包括两间卧室和两间浴室 岛上的海滨地块设有码头 方便船只和四轮车进出岛屿 此外 该岛还配备了一艘船 一辆四轮车以及所有生活必需品 岛屿采用太阳能电池板和发电机供电 并可提供星链网络 便于居家办公 Cameron Island同样具有永久产权 目前售价为120万加币 如果你对以上两座远离喧嚣的私人岛屿感兴趣 欢迎私信咨询 我们下期见